下载的方式,我把它放到云端 假设这个档,云端白板里面有Member 你把它记得,这边有个档案 把它下载格式,选TST不要选错了 下载完之后,它的档案就在这边 我们在资料档中显示 它的位置会在,我的是在第一叠底下 可是你们的可能会在其他吧 也就是在下载里面吧 不一定,每一个人的电脑设定不一样 我的路径在这里 第一叠底下有个Member,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它会是一个TST 所以你可以把它档案,另存心档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它的编码 特别注意,编码的部分 因为它是Google 我是Google的云端运碟 Google它的编码方式 通常都是用UTF-8 所以特别注意,跟微软用的不一样 微软的话呢 它用的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ANSI 所以如果说今天 假如它不是ANSI的话 你可能 开档的时候要特别跟它讲 你开档的时候 要用那个UTF-8方式来开 不然的话 会开不了 所以第一个 那我们要怎么开档? 那我们首先的话 大概知道一下编码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个档开起来 做后续的应用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我如果是 我把那个 开档部分 先 接下来我先建一个 建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 模组名称叫这个 那我直接在 New一个 Src上面 New一个Module 名称的话也许就是叫 这个 读 读取会员资料 好,档案 OK 好了,Finish一下 建一个空的 然后直接把它Cancel掉 好,那再来的话程式 如果我要开它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在Python里面要开档 基本上刚刚讲过 F等于什么 Open OK 刮符之后的话 接下来双以后 跟它讲说 我的档案在哪里 刚刚是直接在这边 所以不用跟它讲说 在D碟在哪里 那因为我在D碟 所以D写限 这就是D碟 D碟底下的话 有一个档案 所以我放的位置 特别之后在这边 它的名称叫Member 如果你怕打错 你把那个档名复制一下 Member 特别后面记得 要加.tst 副档名一定要夹 因为有同学忘了 加副档名 奇怪就开不起来 OK,这个很重要 OK 然后 再来的话 逗点 跟它讲说 我放在用R的方式来开 再逗点一下 刚刚有看到 如果你预设开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预设开起来的时候 假如是 已经是ANSi的话 例如新档 如果已经ANSi 那就不用后面的参数 如果你是UTU8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加一个 叫encoding 就是说 跟它讲说 encoding就是编码方式 encoding等于什么呢 跟它讲一下 我要用UTU8的方式 UTF 一杠 8 就照那个 刚刚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另存新档 有看到一个叫 编码 就encoding UTU8 有点类似在这边 知道一下它的编码方式 接下来它就帮我去开了 OK 然后开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它就帮我把那个 member里面的东西 全部读到F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里面全部的东西 把它读出来 并且看到 接下来跟刚刚类似 这边 如果我要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读进来的话 那我这边呢 可以用一个叫realize 这边有一个 我前面加一个list 因为 刚刚list1 等于什么呢 app. 读的话呢 叫read 刚刚一定要用一个方法 叫reline 诶 打错了 read 那readline 是读一行而已 可是问题 它这里应该不止一行吧 有没有 它这边刚刚看到 这个里面呢 总共有一个栏位名称 加50个会员 所以应该50一行 那也就是如果你realize的话 它只会读这个 那应该是什么呢 你应该要什么 把所有的每一行都读进来 这个特别注意 在python 我觉得它还蛮人性化的 读一行是readline 那读全部的话呢 多一个什么 s就好了 还蛮好记的吧 我觉得python里面蛮多 这种很人性化 很直觉的叙述方法 不用记太多 readline 是读一行 realize 只是读很多行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realize 是读到 读一个字串 但是呢 如果你是很多行 它会变这个一个字串 这个一个字串 这个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 它会读到一个串列里面 它不会读到一个字串 它变很多个嘛 所以它会给你什么 一个中瓜糊 里面一个一个的字串 OK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前面有一个liste liste指的是去接它 然后我可以怎么 在底下print它好了 print 把这个liste帮我print出来 先写三行看看 应该可以看懂吧 所以其实python已经把那个档案读取 已经是程式最小化了 在你看 基本上不用背太多吧 这个都还蛮直觉的吧 open open的路径 然后什么方式 编码方式 然后readerize print出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把它执行之后呢 有没有发现 它基本上 中瓜糊嘛 然后呢 里面的话就一个字串 不过前面有一些符号 这些不要管它 它会把什么呢 编号有没有 读过来 然后呢 这边一行有没有 一行呢 就放一个位置 前后就一个字串 啊 这个是段落符号 这个就反斜线N 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呢 又是第二行 啊 后面有一个换行 诶 这样的话已经读进来了 但是问题啊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分开来看的话 诶 分开来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喔 我必须怎么样 把它分别切开来 诶 所以要怎么切齁 你会发现呢 它基本上呢 我可以在这边打一个for for回圈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把它一个一个把它读 读进来 那range的话呢 基本上喔 你可以跟它讲说 就第0个 这个是第0个 到最后一个 那你可以 总共有几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用len 刮胡 ok 然后跟它讲说 全部啦 那全部大概应该是 总共编号 总共50个会员 加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应该51啊 所以它读进来应该是 总共有51个 那我应该是编号从0开始 所以应该是0到50嘛 对 所以 到51 所以应该写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 这个len是比较 等于51嘛 那应该0到50 刚刚好 ok 应该懂的意思吧 这len是里面有几个嘛 总共 第一个嘛 第二个 一直总共 栏位名称是第一个嘛 最后有50个会员 所以加起来的话 51个 对不对 但是问题喔 它输出的编号 编号是从0开始 所以会少1 ok 大概 这个概念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它冒号 Enter一下呢 分别帮我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呢 print 那个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print 这一个 后面加一个中瓜糊 再把i放在这里 那它意思就是说 帮我print这个 有没有 先帮我把这个拿出来 帮我印出来 再把这个拿出来 再帮我印出来 一个一个 那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什么 它这边呢有换行 那print本身也有换行 所以会怎么样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有没有发现 print它 有没有 这个是 栏位名称 但是它会怎么样 多一个换行 有没有发现 这边多一个换行 print本身的换行 跟这个输出的换行 变两个换行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那个其中一个换行拿掉 就可以输出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不要print 然后如果我要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 我们前面讲过了 do.end等于空的 就是print本身那个换行不要 直接执行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第一阶段 如果要看到这样的结果的话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试试看好了 反正分阶段嘛 第一阶段 先把串列先读出来 两行 再来的话分别把它 一个一个把它print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